这是金黄色的阳光豆 俗称拉西豆 这是棕色的八豆 俗称升天豆 作为豆子家族的两兄弟 阳光豆与八豆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呢 首先是阳光豆 拥有将僵尸化为光的独特能力 最高阶数为一阶 与其他阳光植物不同 它并不主动生产阳光 而是从僵尸身上获取 当阳光豆被僵尸吃掉后 每当僵尸受到25点伤害 就会掉落5点阳光 最多可获取300点阴光 为了让阳光豆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般选择将它喂给那些血量较高的僵尸 毕竟 阳光豆的阳光产量 与僵尸所受的伤害成正比 至于阳光豆的大招 它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僵尸吃掉它后 会发出一道光束 释放相当于僵尸血量40%的阳光 阳光上限为600点 更为神奇的是 这个技能无视僵尸的阶级 任何吃掉它的僵尸 都将瞬间化为一道光芒 而阳光豆的装扮效果 则是降低25点的阳光消耗 接着是八豆 其最高阶数为四阶 一阶的基础能力 当被僵尸吃掉后 会令僵尸短暂停顿 紧接着造成1600点伤害 并释放出气体 能够对身后的僵尸造成7秒的眩晕效果 当八豆升至二阶时 伤害提升至2700点 释放出的毒气眩晕效果也得到了加强 眩晕时间延长至8.5秒 进入三阶后 伤害提升至3600点 八豆的毒气变得更为猛烈 释放的毒气眩晕时间延长至10秒 升至四阶 终止有25%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 八豆释放气体 并分裂出三个八豆在场上 此外 如果携带了装扮 八豆在释放大招时 还会额外分裂出一颗八豆 蜘的钱 长得穩 叶 大招 这源 明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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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镶